台东施工所举办一连四天元宵系列活动 四号晚间登场的元宵之夜 不但有知名艺人演出 还有长达十分钟的高空烟火秀 让活动带进最高潮 同时也为今年元宵庆观光活动画下了圆满句点 绚丽的高空烟火秀 知名艺人的精彩歌舞演出 让台东民众度过一个热闹又特别的元宵周末 台东施工所为庆祝元宵节 首次举办一连四天的元宵庆观光系列活动 活动最后一天登场的是海滨公园元宵之夜 现场不但发送限量六百个元宵灯笼 还请来知名艺人高相鹏、向慧林等现场演出 将活动掀起一波高潮 一个迷离的城市总是要有 文化艺人的衬托 还可以显示一个城市的美 我们明年的银小姐的文化盛会 是我们台东市一个大情绪 一个大一个文化的一个机会 我们都市每年来都其实是有年 每年我们都期盼 去银小姐的系列活动 我们的发登 創意发登场 以及我们的系列活动 甚至我们的震撼的炮炸航丹雷 甚至我们的震撼的炮炸航丹雷 我觉得我们文化是不分党派 不分宗教不分族情 就像今天我们的祈福活动 我们在座呢也有我们的 阿美族 我们的北南族的祈福一事 我觉得台东市是一个多元取景 融合一个社会 一个明硬的城市 我们要非常尊重 我们要凭什么容忍 我相信未来 透过我们元宵节 这种不分党派 不分宗教 我们齐齐在一起 未来的同仁市 我相信绝对会更美的 在施工所所有同仁的努力下 将今年的元宵活动 办得有声有色 施工所强调 未来还会继续努力 举办更多精彩的活动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道